民進黨總統大選之爭 蘇貞昌說 希望蔡瀾能合作 搖耳朵講悄悄話 請這院長蘇貞昌跟女兒齊齊齊齊 是在討論民進黨難解的總統人選嗎 一抹神秘微笑 下了活動 蘇貞昌總算揭曉她內心想法 都是有智慧的人 希望大家都一樣 要為台灣奉獻的心 最後能夠有最好的結果 一個是現任總統蔡英文 一個是想當總統的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到底誰會出現 只能等初選結果 但桃園市長鄭文燦說過 初選都是輸的 現在黨內出現不如蔡賴沛說法 我們都很希望把兩個競爭者 最後能夠合作成為最大的力量 重要大事靠的是協調 或許這是院長 拜拜祈福的原因吧 出發中心 是我們大家期待 報導